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效提升工厂生产及管理效率 传统的人力巡查已成为管理成本的巨大黑洞 制度现存的漏洞 使得效率无法获得改善 需要临接触的数位管理方法 来达成组织的维稳 掌握所有人员的工作状态 工厂安装监控目的 在于管理检视作业上 有无缺点可供改善 但真的有办法人工一一查看吗 闭路摄像绝多数只做记录 等发生错误才来回溯 已无法及时修正 蓝讯给您解决方案 结合AI人脸辨识 多人行径中即可进行远距体温检测 同步考勤记录 自动闸门开启 动态影像中侦测厂内人员 穿戴是否符合安全规范 AI 辨识清洁标准作业 SOP 精准至动作描述 清洁工具使用 消毒正确性 标准公时检测 错漏行为检测 降低产品不良率 生产进度警示 提高生产效率 计算每组产品完成时间 判读步骤是否缺漏 降低产品出货破损与不良率 计算标准公时即完成时间 加速工单排成 降低产品不良率 提高标准化生产产线 标准化行为监控 以实施公共安全管理 应用串接库存及检货系统 云端及时管理零件及物料资讯 降低人工标价出错率 透过AI影像监控系统 预防工作环境之危险因素 设置电子围离于环境中 随时侦测异常温度、异物及非工作人员入侵逗留 及时回报并发出警示音 AI全天候热感监测 厂需各部件温度 防伴异常余未燃 服以消防设施 有效预防灾难发生 快速导入 一周完成AI概念验证POC 两周导入系统 实现影像监管标准化 AI智慧促进产业发展与扩张 蓝讯科技与您迈向智慧工厂新趋势